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记者会的现场 顶着九个月的运度活泼打招呼 这场金庄主持亮相的记者会 是吴珊如待喘前最后一项工作 周四 第五十九届金钟奖典礼主持人正式亮相 由吴珊如和姚春耀扛起大梁 吴珊如也将在第二胎出生后 还在坐月子时就要登上典礼主持 从接到邀约 然后一直到我们考虑讨论 然后上次还开玩笑我讲说 就是那个综艺跟这个医疗产业的结合 一个crossover的合作 即便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不确定 还是觉得好有人愿意相信我 好好那好我们来试试看 机会好像你一生你错过一次 那就没有了 那会不会很后悔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 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 最怕遇到的 我们就很怕一上去 然后就是脑袋一片空白 然后就是会怕说会不会忘词 金中五九节目类由吴珊如主持 戏剧类则由姚春耀接棒 两人都是首次主持金中奖 被问到怎么准备 姚春耀说已经请教 有主持典礼经验的谢银轩 就还是会很紧张 对啊 所以我还是有去请教一下 请教那个银轩姐 就问她一些主持的这个 那她就跟我说 你找错人了 姚春耀笑称自己是性格内向的人 现场记者也问到 要不要向旁边的吴珊如请教经验 金中奖10月18号19号登场 随着主持阵容公布 外界也越发期待入围名单 新唐人野太电视 王冠林曾新闽 台湾台北报道